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规并排序。 规并排序呢,它是一种借助规并来进行排序的方法。 规并的含义,它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序序列,规并成一个有序序列的过程。 规并排序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将若干个有序序列逐步规并,最终规并为一个有序序列。 它是什么呢?将若干个有序序列逐步规并,它是逐步规并的。 到最后呢,就最终规并为一个有序序列。 最终规并为一个有序序列。 二路规并序列,它是规并排序。它是规并排序当中最简单的排序方法,所以我们本节课主要的来介绍的是二路规并排序。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将若干个有序序列进行两两规并,直到所有的排序记录都在一个有序序列为止。 这是它的基本思想。 OK,关于我们的二路排序。 二路规并排序,我们分为两种。 第一个是它的非低规算法。 第二种是二路规并排序的低规算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二路规并排序的非低规算法。 在我们二路规并排序算法当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它的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 首先第一个,如何构造初始有序序列? 这是第一个关键问题。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 两个相邻的有序序列归并成一个有序序列。 将两个相邻的有序序列归并成一个有序序列。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怎样完成一趟归并? 怎样完成一趟归并?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控制二路归并的结束? 如何控制二路归并的结束? 就是这四个问题。 对于我们非低规算法呢? 首先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什么呢? 假设,假设带排序序列当中含有N个记归,则可以将整个序列看成是长度为1的N个有序序列。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何将两个相邻的有序序列归并成一个? 这是二路归并的核心操作。 在归并过程当中,可能会破坏原来的有序序列。 所以说将归并的结果存入另外一个数字当中,就可以了。 最终就实现了我们的完成一趟归并。 如何控制二路归并的结束呢? 一趟归并,我们来实现它的代码部分。 就是一次归并算法如何来实现? void merge,归并,int2,int21,intS,intM,intT,参数有点多,不过没关系。 首先我们定义,intI等于S,intG等于M加1,intK等于S,intG等于M加1,intK等于S。 按的G是否小一等于T,来作为我们的循环条件。 循环条件里面第一步我们首先,取什么呢? 取RI,取RI和RG当中的较小者。 叫小者,放入什么呢? R1K,就来判断F什么呢? RI小于等于RG。 ifRI小于等于RG,则我们把它叫小者存入到我们的R1K当中。 并且呢,R1K加1呢,R1K加加,让K进行自加。R1K加加,它等于R,A加加,A也要自加。 R4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让R1K加加,它等于RJ加加。 OK,较小者存入。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是如果第一个子序列没有处理完,则进行收尾处理。 如果第一个子序列没有处理完,则进行收尾处理。 仅仅仅需要的团 Rodriguez,从首官组训完校园的状态准备,这个writer表较ist辞用, 之后,使用VLM, 则 vimos器表较ist辞 juice cellaz,155 个ENk多万。 则进行这些 vraagcz底表辞了。 然后,RK真热 Anchor的准处理完強bn. 一号번 разб准处理完整的团费坏。 如果第2个字序列没有处理完 则进行收尾处理 我们就不做注释了 wellg小于等于t 则r1k加加等于rg加加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3的解决方法 说到它在一趟归并当中 就是我们问题3 我们再回复一下问题3 怎样完成一趟归并 一趟归并当中除最后一个有序序列之外 其他的有序序列当中记录的个数相同 用h表示 现在的这个任务 就是把若干个相连的长度为h的有序序列 和最后一个长度有可能小于h的游戏序列进行 比较两两归并 好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说是这是一次归并 然后我们来看一趟归并排序算法 一趟归并排序算法 void moj pass 一趟 inter2 inter21 interN interH 就是从下标的我们开始采放 代排序的序列 它的实现 首先我们设置 interI等于1 Val Val什么呢 I 小于等于 N 减去 2 乘以h 加1 这是 代归并记录 至少有两个长度为h的 子序列 我们就调用这个 莫指 莫指 啥数 R 21 I I加 H减1 I加2 乘以h减1 这个是什么呢 代归并 序列中 这个是代归并 记录 至少有两个 长度为h的子序列 然后呢 让I加等于 2 乘以h 当然下面呢 我们需要判断 ifI 小于N 减h 加1 则我们就 就是什么呢 调用莫指函数 代归并 序列中 有一个 长度 小于h 莫指 R 21 I I加 H减1 嗯 这是I 好的 二次的话呢 我们就代归并序列当中 只剩一个子序列 我们就什么呢 FOR K K等于N K 小于等于N K 加加 我们就设置 这个 R1 K 等于RK 我们的K呢 进行一个 应讨定义 它呢 是什么呢 代归并序列中 只剩一个子序列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四 如何控制二路归并的结束 也就是有没有讲的二路归并排序的非地归算法 和二路归并排序的地归算法 开始的时候呢 有序列长度为E 而结束的时候呢 有序列序列的长度为N 因此呢 就可以用有序序列的长度来控制排序过程的结束 另外的话呢 如果排序碳数为基数 则最终结果在辅助数组R1当中 应该传回数组R当中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现 归并排序非地归算法 归并排序 非地归算法 void moj start1 intr intr1 intrn 首先呢 我们初始时 子序列长度为E 初始时 子序列 长度为E intrH 等于E vLH 小于N 就是没有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排序 归并排序算法 mojpass r21N H 我们就是代排序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设置这个H呢 等于2乘以H 来增加我们的H 再继续我们的mojpass 调用 21RN H 这是代排序序列当中 从数组R1当中传回到R 设置我们的H等于2乘以H 对于我们的2路 规并排序算法的时间呢 非常的这个直观 ok 2路规并排序呢 它是一种稳定的排序算法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2路规并排序的 地规实现 2路规并排序方法呢 它也可以用地规的形式 来描述 也就是什么呢 首先将代排序的记录 序列分为两个相等的子序列 并且呢 分别将这两个子序列 用规并方法进行排序 然后呢 调用一次规并算法 莫指 再将这两个有序序列 合并成一个完全含有全部记录的有序序列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实现它的一个这个过程 规并排序的 低规算法 Void ModSort2 IntR IntR1 IntRs IntRT 我们 代排序序列 只有一个记录 地规结束 判断 代排序序列 只有一个记录 则说明我们的地规 结束 F S 等于T 则 R1 R1 等于RS 就规并结束了 R4的话呢 我们就 继续地规 地规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我们 设置 M的值 M等于 S加T 除以2 复制给M 然后呢 我们就来地规 规并排序 前半个子序列 第一步 当然我们的M呢 需要定义 硬测性的M 规并 排序 前半个 子序列 ModeSort ModeSort 我们看一下这个ModeSort ModeSort2 我们是地规排序的 这是什么呢 R21 ModeSort 第二步呢 是规并 排序 后半个子序列 ModeSort ModeSort ModeSort2 R21 M加1 T 这是后半个子序列 最后呢 把他们的这个结果呢 就将两个以排序的子序列 规并 将 两个 以排序 的子序列 规并 就可以了 我们就调用这个 ModeSort 来规并 就是一次 规并 一次规并 函数 将我们的 R1 和 R2呢 规并 SMT 好的 这是 我们的 规并排序的 地规 实现 好的 关于我们的 规并排序算法呢 我们就讲解这些 包括呢 我们规并算法的 他的这个思想 还有他的 关键问题的解决办法 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实现了 一次 规并算法 实现了一趟 规并排序算法 实现了规并排序 非地规算法 实现了规并排序的 地规算法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本节课的 作业 作业 给定 关键字序列 61 82 104 55 116 77 59 98 81 35 103 给出了这个 我们要 执行 排序方法 执行什么排序方法呢 规并排序方法 规并排序方法 写出 排序 过程的 每一步 好的 关于我们 规并排序呢 就讲到这 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